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年初的时候出版了一本书 把我这么多年创作的一些想法 然后还有比较重要的一些作品借这个出版 然后做一个总结 另外那个Ink Asia第一届举行 除了去参加展览以外 也带了一批学生去香港 看那个博览会 另外访问一些画廊拍卖公司 跟一些艺术家参观他们的工作室 我是从小就是踢足球 然后足球迷 我想看足球赛是我唯一的消遣吧 对 最讨厌阿强 我是热刺的 他们是死对头 另外就是我喜欢看书 就是很多书 到处都是书 除夕夜 怀念小时候 我们那个 就是说 在家里面 妈妈就包饺子 然后那个饺子比较特别 里面有一些硬币 然后也有红枣 其他的那些吉祥的东西在里面 那过12点就可以吃 所以我们都等到12点 好像比赛一样 看谁到最后吃的最多钱 很好玩 希望能够这个作品的产量增加了 然后另外就是说做几件比较大型的这个作品 今天年初嘛 刚刚成立工作室 就在明山画廊的旁边而已 希望借助这个工作室 把我的一些研究生他们的作品推广出去 对另外就是 今年会跟那个美国的婉元教授 我们开始做一个研究计划 就是探讨台湾跟香港水墨化的发展 然后我们重点大概是50年代到80年代 我是觉得台湾的这个学生呢 比较欠缺就是自信心 然后还有这个竞争心 所以要鼓励他们这两方面要加强 如果真的要想成为一个艺术家 专业创作的艺术家的话 这两样是一定要具备的